考大家一个小问题 这个问题很小 但是今年算是把我给教育了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请听题 假如你开一家超市 你会把鸡蛋放在哪儿 是门口还是里边 这个问题问我 里边对吧 刚才现场已经有人抢答了 我的水平跟你是一样的 这道题我太会了 鸡蛋刚需品 价格很透明 所以不可能在鸡蛋上挣到钱 所以鸡蛋就便宜点卖 这叫引流品 这叫商品组合中的引流策略 那引流怎么引呢 就是把顾客吸引来之后 然后根据动线设计原理 让它七弯八绕 多逛一会儿 多买点咱们的东西嘛 所以鸡蛋应该放在最里边 回答完毕 那这个答案如果放在一个大超市 应该能得分 但是今年 我遇到了一个社区超市的老板 他说 我给你另外一个答案 不能放在最里边 要放在最门口 你看这就挺奇怪的 对吧 超市卖鸡蛋 通常都是赔本赚要喝 你放在门口 人买了就走了 这不白赔了吗 这个老板是这么说的 说不是啊 我们社区超市做的是邻居生 不能那么鸡贼啊 我们得当个敞亮人 什么叫敞亮人 就是吃亏吃在名处 你作为我的邻居 你来占我一回便宜 你来占我两回便宜 你占我一个月便宜 你还不买颗白菜吗 你总能形成 在我这儿买东西的习惯吧 生意就是这么做的呀 这个答案是不是听着也有点道理 如果不是遇到了这么一位超市创业者 我坐在我自己的书房里 把我的头想破了 我也得不到这样的答案 你看 即使是这么小 这么具体的一个问题 在理论上 我们会有一些标准答案 但是在真干这件事的人那里 你还会得到一堆参考答案 刚才我们说的是答案 但是你去看看别的买卖人 有的时候你还会得到全新的问题 对 有的问题我们也问不出来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 经营一家奶茶店 你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你对我这样的外行来说 我能够想到的无非就是 产品研发 店面悬殖 怎么引流 怎么搞流量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问题 但是今年 著名的投资人魏哲 给了我一个新问题 他说对于一家奶茶店来说 有一个大问题 叫怎么消灭氮机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超纲了 这个淡季不淡季这不是自然规律吗 这玩意还能消除的 他说能啊 你比如说 要消灭一年种的淡季 很多奶茶旺季在夏天 对吧 而且是水果茶比较畅销 水果茶通常能占到60% 但是夏季的水果茶主要是冰的 那到了北方呢 那到了冬天呢 这就是淡季啊 怎么办 调品种啊 比如说五谷杂粮茶 比如说雪糯米奶茶 这些暖乎乎的冬季的热雨 所以一年的淡季是这么被抹平的 这没完啊 魏哲让我大开脑洞的 他是说一周有一周的淡季 一天还有一天的淡季 也要坚决消灭掉 一天里面也有淡季 这没听说过对吧 他说有啊 你想奶茶通常是中午之后 开始承担第一杯 然后一直卖卖卖 可以卖到晚上 但是上午呢 上午就是淡季啊 店面里面通常是空荡荡的 没有订单啊 那怎么消灭这一天中的淡季呢 让上班族一早就进店呢 你只要想到这个问题 答案就很简单 上一台咖啡机早上就卖咖啡 至于你说什么品牌调性啊 我这个品类的坚守啊等等 对于具体干这事的老板来说 没那么重要 因为怎么消灭这个淡季 这个问题是只有身在局中的人 他能问得出来 各位 你们设身处地的现在想想 如果你是一个奶茶店的老板 你现在就站在你店面的收银机的后面 你现在眼前看见的就是上午店里空荡荡的 你心里会想啥 你心里一直在骂娘 对吧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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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租付了 人员雇了 库存扑了 上午店里怎么没人 这就是你的淡季 你是咬牙切齿 要消灭它 对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 叫提出正确的问题 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 你看 能给人启发的 不仅有参考答案 还有这样聪明的 身在局中的人才能发现的参考问题 那今年我在向很多创业者请教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 不仅是有好问题和好答案 而且 好问题和好答案往往来自于其他行业 比如说 今年我就遇到了一家奇葩企业 叫乐会食品 我估计你是没听说过 他们是在河南省 贺壁市 齐县 高村镇 一个镇企业 当然他们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说 自己是高村镇500强 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呢 一个制造企业 很窄的一个品类 就生产乌鸡卷 火锅用的 他们的下游主要是一些食品批发商 或者是终端的火锅店 这家制造业企业听着很普通吧 也不大 但是了解之后 我大惊失色 因为它是我见过的 把精益生产的精神 发挥到极致的一家企业 什么叫精益生产 书本上的那些概念 我就不给你背了 反正它的核心精神 就是仨字 叫不浪费 那约会食品做到了什么程度呢 生产线上的各种抠 我就不跟你聊了 那个太专业 咱们就看看它的办公区 约会食品的办公区能够做到 没有一张办公里 从总裁到前台全部站着办公 你说这不是虐待吗 不啊 旁边看见有沙发呀 累了可以去歇着呀 这样一来 所有人的办公效率都提高了 咱上过班的人都知道 你要是站着摸鱼 那也太累了 那还有一项好处 就是你看 所有人都站着办公 工位通通拉通 而且台面架高 没有卫生死角啊 地面就会很干净 所以个人管个人的卫生 弱大一个厂区 约会无极卷 弱大一个厂区 居然只有一名保洁阿姨 那不只是生产啊 他们在销售阶段 也做到了精益精神的不浪费 一丁点都不浪费 比如说他们经常有推销员 要到客户那儿去推销 我就看到他们的总裁 这位叫邓凡华 给他的销售人员上课的时候 就在讲 你上门推销 怎么精益化地迭代 过去这种上门推销 那人家老板不买你能怎么办呢 不成功就只能算了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有精益精神的老板 那怎么能算了呢 这里面是巨大的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这就必须得消除 所以每一个销售动作 都有优化的空间 那我们来看看 约会无极卷是怎么优化的 他们的店面推销员 到餐馆里去推销自己的产品 第一条 不能开好车去 你别看这跟你的产品没关系 那些开餐馆的老板 一看你开了个好车来 心里就开始嘀咕 这好车肯定是花了我的钱 所以不能开好车去 第二条 上门推销食品应该带什么 带上样品就够了吗 不行 你带上样品别人说 好好好 我收下 将来我坐着吃 好不好 我再给你反馈 你以为你还能等到反馈 所以不仅要带样品 而且锅碗 瓢盆都得带上 现场做 现场吃 第三条 请问几点去啊 请注意 不能上午十一二点去 道理很简单吗 你上午十一点到了人家餐馆 人家正在准备午室开餐 人家忙啊 没时间搭理你啊 那你说我躲过午室 我下午三点去行不行 不行 餐馆忙完中午之后 从老板到员工都很累 这个时候要休息一会儿 店里甚至都不可能有人 那几点去啊 准确的答案是 下午一点半 那为什么是一点半呢 因为这个时候午室高峰已经结束了 但是店里呢 稀稀拉拉还有一些客人 店长呢 这个时候心已经松下来了 但是呢 他还不能走 就这个时候上门 最合适 好了 你上门 你带着锅碗瓢盆 你先做给别人吃 请问做几份呢 长期的优化迭代 这书也有 很精确啊 做八份 那做好之后给谁吃呢 也是精确的 一份给老板 一份给总厨 这是店里话语权最大的两个人 那剩下六份给谁呢 给副总吗 给服务员吗 啊不 别忘了我刚才交代的一个细节 这个时候店里稀稀拉拉的 还有一些客人 没错 剩下这六份 要给店里剩下来的顾客 下面重点来了啊 大家都品尝完了 叭唧嘴 抹完嘴 作为销售员 这个时候你该开口问谁 这就是优化之后的一个动作要点 不能问老板和总厨 而要一个箭步冲上去问顾客 我送您吃的这个小炸串 您觉得好吃不好吃啊 九块钱两串你觉得贵吗 咱们都有吃白食的经验对吧 你好意思说不好吃吗 你肯定说好吃好吃 不归不归 好了 等这六串 等这六个顾客 在嘴里蹦出这几个字的时候 你想想看 会有什么效果 首先一个 这个吃东西啊 每个人都有口味偏好 你说好吃 我说不好吃 对吧 现在是顾客 而且是六个顾客 六比二 人家说好吃 老板心里他即使觉得不好吃 是不是自己心里也打鼓 是我的偏好问题 不是人家的产品问题 那还有一个效果 就这件事情在老板那里就变了 它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事了 不是一个供货商要卖我一个新产品 我要不要买的问题 而是我的顾客觉得这个东西好吃 而且不贵 我要不要满足我的客人的问题 这个事的实质就变了 这种技术在他们那里太多太多 你想 这是一整套经过长期组合迭代出来的组合权 这能消灭多少客户拜访时间上的浪费啊 我就这么简单地跟你一介绍 你是不是就觉得 他们的承担效率能提高不少 是的 但是约会的故事没有完 我重点要介绍的是下面 约会它毕竟是一个制造业企业 制造业企业它永远会在一种压力下 上游要涨价 下游要压价 同行要降价 永远受这个加板器 这是制造业企业的宿命 所以约会就开始想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呢 是我要在谈判桌上 跟我的客户 跟我的上游拼命地博弈吗 想着想着想通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哪是要压价呀 他们不就是想挣钱吗 那这就好办了 咱帮他挣钱不就行了吧 所以 他们就搞出了一套全新的打法 就是把我精益生产的这套神工 我练成之后 我分享给我的上下游企业 他们的总裁邓凡华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所有的行业都是知识服务业 你说这不见了鬼吗 我们得到居然搞出了这么个竞争对手 那约会作为一个制造业企业 它是怎么做知识服务的呢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约会的销售员 到了他们的下游的食品批发商那里 那不是掏出样品 呱唧呱唧说我这个东西多好 他往往是带领客户一起打扫 打扫冷酷 请注意这可不是学雷锋做好事 因为在精益生产的理念中 这是很重要的5S当中的两个S 叫清扫和整理 这是非常好用的降本增效的工具 那比如说他们在南昌有一个客户 食品批发商 光冷酷27个 如果遇到旺季还要再租10个 现在好了 约会的销售员去了 袖子一晚就开始陪他们一起打扫冷酷 整理 一趟整理下来 老板发现 好像我并不需要这么多冷酷 就这么一趟打扫 全年省了15万 那你想想这样的供应商 这样的销售员在客户那儿 在甲方那儿能没有地位吗 据说他们有一个销售员叫阿聪 阿聪到了客户那儿 客户总是会这么说 说来来来 大家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 现在我们听匆总的 那你想这样的客户 他能营销不好吗 再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食品批发商 进了货之后往那儿一堆 在批发市场就那么开卖 那约会的销售员来了之后就说 这不行 这不行 这太浪费我们的销售卖场 来 把货堆起来 用尽可能少的货 堆出尽可能壮观的那个堆头 然后堆起来之后 再扯过一张A3纸 在上面写 先写上产品的名字 比如说月会无鸡卷 然后写上卖点 最后在A3纸的四周 画一个大红框 把这张A3纸往那儿一戳 你稍微有一点商品的经验你就知道 这肯定销售额就能提高一个比例 那反过来我们问一个问题 这招难吗 这招高级吗 这招新鲜吗 不新鲜啊 所有做零售的人都知道 这是雕虫小技 无非就是一点马堆技术 但是各位啊 我们今天说好了 我们是要用具体的精神来理解这个世界 道理归道理 但是就这么个简单的事 有的时候没人教 你还真就不会 有的时候没人帮 你还真就做不到位 我找约会要了一张清单 他们的销售员到了客户那里 通常会帮客户做哪些事情 你看 从打扫卫生到设计动线 甚至是为客户做战略计划 他们都会 我们得到有一门课 主理人是胡光书老师 胡光书老师 那门课叫精益管理 他也是约会公司的顾问 他就说 约会公司刚才我说的这一套打法 有一个名字 叫客户经营改善型营销 说白了 谁也别小瞧自个儿 谁在这个市场中立足 都带了一些本事 一些知识 如果你能把这些知识 分享给你的上下游 你就能帮他们改善经营 帮客户赚到钱 顺便就把自己给营销了 你看 寻找新答案 我们自己心里的老问题的新答案 一定是要到书上找吗 一定是向本行学吗 不是 学到其他行业的基本功 就能形成自己行业的竞争力 各位没想到吧 这是河南一个村里的制造企业 也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发 好 刚才我说完约会这个案例 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痒痒的 就这位邓总 你是不是想当面摁住他 让他给你把精益生产的理念和行动展开讲讲 没问题 安排 今年一月份 不 2024年的一月份 我们和乐会的老板说好了 要组织一次走进乐会 就去一趟河南鹤壁市 齐县高屋村镇 到时候邓总亲自带队 陪大家下车间 给我们搞一次知识服务 你看我们得到竞争的方式 就是把所有知识服务者 都变成我们的老师 过去我们一说向先进企业学习 都是指的大企业 那些功成灵就的标杆 但是你不觉得吗 行动时代来了 大企业 它当然很重要 它是我们创业的北极星 但是在具体行动上 它那个药治不了咱的病 有的时候 所以同样重要的 我们要向中小企业的同路人学习 我们是一起掺着手过河的同路人 我们此刻面对的问题 有的时候左右一看 他们那里刚刚探索出来的新鲜的答案 我们马上就能往自个儿身上用 这样的事 要不要多来一点 安排 在这儿 请允许我为你发布一个新产品 得到新商学 这是一个到处都是新答案的商学院 这是一个创业者 当创业者的新社区 过去几个月 我和我的同事 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研发它 要特别感谢前期参加的 1500名创业者 他们参与了测试 参与了反馈 参与了产品的迭代 今天 我把这个产品捧出来 邀请你的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么一个朴素的上新片 打此刻起得到新商学院就算是开门迎客了 我当年读商学院的时候见过一句话 叫百战归来再读书 但是后来真的走上了创业这条路 就知道咱们创业者哪有什么归来的时候 一直都得在战场上战斗 刚才这支片子里讲了得到新商学的很多服务内容 什么100节案例课 12场趋势大课 专家顾问 游学参访 四栋会等等 那下面我给你画画重点 看看如果你现在加入得到新商学 接下来的几个月 你有机会参与的那些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此刻就有伤心的 是一个测试 测测你有没有那个禀赋 或者做没做好准备做生意 当老板 这是我们委托夸富杂串的创始人 袁泽璐给我们做的一个测试问卷 咱们说好了 测完了有可能劝退 你此刻还不适合当老板 好 接下来重磅 12天之后 也就是1月12号 企业家领导力研修营 第一次开营 这个营牛了 我们特别请到了 沈祖云老师主持 还有我们跨年院讲 多次提到的李希贵校长 全程随班指导 也就是说老爷子一直都在 给你当同学 那如果你想通过组织变革 来激发心动力 如果你相信教育领域的经验 可能也能给你跨界的创新经验 如果你想学会用领导力的方式 而不是势必公亲的方式 来激发组织活力 欢迎你来这个班上当同学 我自己也在这个班上 那1月份我们安排游学参访 除了我刚才说的约会 还有河马村 灵树专家 黄碧云老师 辛苦你 你要现场带学 看怎么精细化地运营供应链 1月底还有一门 暗利客上新 我们为你请到了 莱芬的创始人 叶洪新 这个企业可厉害了 我会让他亲自跟你讲讲 怎么做爆款产品 咱们一起问问他 是怎么把高速电机 从单价300块 压到单价20块的 他的那个暗利客 是我自己采访的 我先听为快 然后很快会放给你 好了 到了2月份 我们又是一系列的参访活动 我们会去到一家 生鲜电商公司 叫西域美农 这家公司的特别之处 你可能闻所未闻 就是他们公司 最重要的枢纽部门 是客服部 这件事情为什么能做 为什么要做 到时候我们听他讲 现在课程1月2号 线上版本就上线 然后到线下的游学 如果你现在加入 得到新商学的会员 线下参访 马上就可以报名 3月2号是刚过完春节 马上就是一个重磅 我们请来了 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周期仁老师 现场讲透民营企业 如何用大跨读布局 实现突围 说白了 怎么出海 过年之后还有一件大事 2025年海南不是封关了吗 到时候我们会 请您辛苦一趟 带队 咱们到海南自贸港走一趟 请四大重点园区负责人 我们都联系好了 面对面跟咱们的游学会员讲一讲 海南的新政策 能给今天的创业者 带来什么样的新机会 4月份之后 我们安排的活动也很多 现在已经敲定的活动 大概是 比如说我们会去看 制造业出海的明星企业 安客 这家企业我也是自己采访 脑洞大开 他们的老板杨蒙 非常nice 他答应我了 他们公司很少接受游学参访 一年最多一次 2024年这一次 就给了咱们得到新上学 我们会去广州看集飞 看无人机公司是怎么做地推生意的 我们还会去重庆 这是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去看一家公司叫马爪爪 它是怎么运营加盟商的 一套非常独特的打法 六月份我们还会去美国硅谷 看看未来商业的想象空间 当然我得承认 我不能吹嘘得到新上学已经很好了 他在等待你的加入 然后把它完善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新商学会员策划的 只有新商学会员才能报名 反正你有什么需求 咱们就两个字安排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长江商学院MBA 给得到新商学的会员一个专属权益 只要你是得到新商学会员 直通长江商学院MBA的面试学费 减八万 你看我们出生一时就朝气蓬勃 老牌商学院对我们高看一眼 还是那句话 一具体就深刻 一行动就创新 而咱们呢 一困惑咱就出门 2024年只要你想出门 得到新商学为你安排 那现在你打开得到APP 搜索新商学 就能加入得到新商学的会员 如果你此刻是在得到直播间里收看 本场跨年演讲 点击右下角的小黄车 也可以马上加入 当然如果你加入之后不满意的话 30天之内随时无条件退款 而且 而且今天12点之前加入 我们还多赠送一个月的会员期 坦率地说 得到新商学的会员 现在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产品 但是它怎么能成熟呢 它不得等你的加入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的加持 它才能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秉持的原则就这么简单 这个产品不靠别的 就靠创业者当创业者 一起摸着石头过河的人 咱们彼此搀扶 说到这儿 其实我想说一点内心的感慨 创业者帮创业者 咱们都帮点啥呀 是就是那些打法 那些方案吗 不 远不知此 我自己就是一个创业者 我深深地知道 所有的创业者 在内心里面对着一个问题 孤独 那通天彻地的孤独 遇到事儿没人商量的孤独 遇到挫折了 你能跟家人商量吗 你会担心 他的担心 你创新遇到卡点了 你能跟朋友商量吗 只要他不是一个创业者 他对你的处境 是很难设身处地 感同身受的 你决策遇到纠结了 你能跟你的合伙人商量吗 也不行 因为你是老大 你的合伙人还眼巴巴地 等着从你身上找到勇气呢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 咱怎么办啊 孤独的创业者 咱怎么办呢 刚才有一句话 别忘了 一困惑咱就出门 出门去到安客 约会 莱芬 这样的有特色的企业 去考察考察 咱们出门 去找林森 邓凡华 这样的有经验的创业者 去请教请教 去找胡光叔老师 这样的高人 给自己参谋参谋 最好还有人 把这样的成功企业的经验 都总结好了 咱们带着团队一起 学习学习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